台中市发生一起社区保全殴打住户 造成被害人重伤的事件 根据台中市南屯区的中友生活家社区 郑姓住户表示 她在2021年4月24号凌晨聚餐喝酒后 回到社区大厅 联络太太到门口扶她上楼 虽然社区料性保全好心来帮忙 但是却在扶她上电梯时出言挑衅 双方发生口角冲突 她才出手推了廖姓保全几下 想不到保全立刻拿出紧棍攻击她 打得她头破血流 甚至还想持刀砍杀她 还好她的太太林小姐在现场苦苦哀求 廖姓保全才停手 林小姐说自己已经怀孕好几个月了 而且她的先生当时已经醉倒 两个人根本没有力量还手 所以现在想起来还是好害怕 我在执行的时候有喝酒 其实我觉得我们住户很可怜 我们真的是求助无门 那再来就遇到这种事情 说真的我们 我们也会觉得莫名其妙 下回到家里面的时候 法被自己的住家的保全 打成这样 林小姐表示她的先生送到灵溪医院之后 医生发现头部有20多公分的伤口 侧胸肋骨跟胸前骨严重骨折 更令她气愤的是 证明廖姓保全打伤人后就人间蒸发 不但没有到警局制作笔录 在他们提告之后也没有出庭 负责社区保全的精致保全跟社区主委 竟然都没有站在他们的立场 连监视影像画面他都很难看得到 让他相当的无助 不过根据社区的许姓主委表示 他也有诚心要来处理这件事情 只是双方各说各话 他相信公道自在人心 我们到时候会公布影片 有必要的话我们会公布影片 马上再提供一下好不好 其实到警察局就有了 警察局都有全部的影片 我们全部都提供给警察局 你的意思是说是这个 跟我们申诉的人先打人 是 没错 没错 2021年8月18号 郑先生跟林小姐也在社区门口发放传单 希望寻求社区住户的支持 警方也到场维持秩序 并且表示这起疑似 砍人跟杀人未遂的事件 目前已经进入司法程序 希望双方能够圆满的解决 记者李嘉金 罗亚文 台中报导